昨天我们庆祝圣保禄的转发 今天教会就庆祝保禄的两位 他身为儿子 在这个灵圣上的教育出来 继承他的工作的人 一个是姓蒂茂德 另一个是姓蒂朵 蒂茂德和蒂朵两个都不是犹太人 蒂茂德是半个犹太人 蒂蒂朵很明显地说明 他父亲就是希腊人 蒂茂德在《忠道大事录》里有记载的 《忠道大事录》讲及 蒂茂德去到他第一个传教的旅程里 已经去到那里遇到他一家人 由他外祖母和母亲开始 外祖母Lois和母亲Eunice 已经在那时候领洗 应该蒂茂德是第一次传教 我们估计应该是去到Listra Listra或者Derby那里遇到他们的 但是名字要去到第二次传教的时候 重回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正有提及蒂茂德 到那里之后蒂茂德就跟着了保禄 一直跟着他 而这个蒂茂德就更早一点 可能是第一次传教的时候 你认识的蒂茂德 虽然《忠道大事录》没有提及这个人 在他的书信里面 保禄在两个书信 最早提及的书信 第一个就是《教人多人后书》 第二个就是《加拉达书》 当然在帝茂德和帝独书里面 都有提及帝独 但是在这里看到 他早期帝独是陪同他 回去耶路撒冷 开这个中途第一次的大会 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是处理当时 因为开始向很多美国选的希腊人士 覆传了之后 保禄就认为不需要他们再割损 入犹太的礼节 遵守犹太教的六百多条的法律 而只需要相信主耶稣 当然隐藏了当中 也要接受十戒和当中的教导 早期教会也开始有一个模式 怎样去相信他们的宗教 很多的礼仪和法律 因此那时候很多的犹太人 还没有接受到这些事情 就说他们仍然以为 耶稣基督的信仰 必须要首先做犹太人 然后正可以相信和接受 整个圣神的恩赐 在犹太人大会的时候 在加拉达书说明 保禄是带了地独去 而地独是并没有需要割损的 就可以去到他们当中参与了 后期很长的时间 地独就帮保禄 在他去过的地方上 回去去巩固他们 特别是在他第三次的福传旅程当中 帮他们再回去加拉达 去帮助他们 不是,再回去格林多帮助他们 还有当时他们的囚犯 拿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帝独是他的先头部队 去准备很多囚犯的工序 以及去鼓励当时的那些人民 去准备来迎接保禄的探访 可以看到 所以两个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先后在他中年晚年的时候 都将帝莫德和帝独 将他稳定了做不同地方的主教 帝莫德成继了他在阿弗所的工作 留下在阿弗所做主教 不同的传统里面的伤信 一方面就是说他在那里殉道的最终 但也有些说法就是说他可能没有殉道 但应该都是在阿弗所那里殉道的 帝独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但是在这个帝独书那里就有提及派了他去这个Crate 一个很重要的希腊的岛 都是叫做颇大的一个地中海的岛 就是派了去那里做主教 那在今天的《独经一》那里的其中一篇 他的选择那里就是说这个帝独书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说定我要留你在这里 就是保禄是跟他去过那里的 但是就放下了在那里 这个在《中途大事后》没有记载 因为这个已经是《中途大事后》之后发生的事 今天的第一篇《独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跟这个《智帝独得的后书》 对不起 《帝谋德的后书》 《帝谋德后书》什么时候写呢? 就是保禄最后写的一封信 那时候罗马就要被处决了 你已经知道死期将近了 所以就发信让帝谋德尽快回来去见他 那两封书信 写给了帝谋德尽快回来 第二桌写了一封 我们有的 当中也提及 称他们为我的儿子 这里给我们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给我们看到保禄他的人 他是怎样去 一个人 对他的合作伙伴 对他所提及的人 是有一个真情的流露的 保禄是一个富裕情感的一个人 一个父亲的心 一个为他所提及的人 将他自己完全倾斜出来 第二个人也看到中度的传授权 特别在今天的帝谋德后书里说 他说我为你复首 所给你的恩赐 你要将他再次延点起来 这就是当时他进度 或者被逐圣做主教的时候 对他的佛首祈祷 传了给他 他自己由教会所领受的 而他由教会所领受的 亦都是中途值耶稣领受的 就是中途所领受的 给了保禄 保禄给了帝谋德 亦都给了帝谋德 在这里是确实的证据 就是怎样可以有新的主教 就是以有的主教直接传授的 否则这个恩赐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代的主教 每一代的神职人员 都是由上一代所赐 而上一代又由上一代所赐 一直追究到原本的中途 而原本的中途是耶稣所立定的 天主教会在东正教会 是唯一两个基督宗教的支派里面 是一个不间断的中途传授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 我们的神父主教的能力 的性质能力不在他们的能力当中 不在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才华当中 而是一直追究到直接来自主耶稣 主耶稣所选定的人传下去 这些是什么人 破碎的人 这些是什么人 这些是就算他选了之后 都继续会犯罪 在罪恶之中要挣扎 要奋力去打这场好的仗 而要为自己救灵 要努力的人 不是因此他们的性质 会有缺乏 因为这个不是凭着他们的 所以为什么呢 今时今日我们可以说 神父主教 甚至教宗都是罪人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不会因此而缺乏了 主基督的庇任 和主基督的教导的确实 罪人都可以不教错我们 盲人不会让我们一起跌倒 因为不是靠他们 这个我们很感恩 很感恩 耶稣今天的福音说 另外选立了七十二位 派他们出去 但他立即就说 我派你们有余羔羊 进入狼群中 但是与此同时呢 就是赋予他们平安 去到每个地方 如果有和平之子 愿你的平安 临在他们那里 如果他们要的临在 这个平安会留在他们那里 如果他们是不要的 会归还于你 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平安可以说 也是彰显了 不是属于来自他们自身的 而是上天超过他们能力 所能够制造的 所赐予他们 所谓圣神的那份的得恩 耶稣就是这样的 祂选破碎的人 祂选无知的人 祂选软弱的人 祂选有余待宰的 来往中的人 软弱无力 不能圣任 但是如果他们愿意 对天主的恩赐开放 天主可以用 即使垃圾 即使不好的东西 一文不值的 仍然可以做出天主完全的事 教会就是凭着一代接一代 由神职人员 到所有平教友 不在于祂自身的完美 而在于祂有自知天主的召叫 而仍然愿意去对天主的恩赐的召叫开放 可能是开少少我们信仰之门 天主就能够用我们 仍然能够透过罪的人 有罪的人 缺乏的人 破碎的人 会跌倒一次又一次的人 去做他完美的事 就是正正因为教会 我们见到那么多年来 即使已经透过那么多罪人 那么多年来 竟然奇迹地 仍然保存到对原先耶稣 所定立的教会 所颁布的信理 仍然有一个纯真在这里 仍然有一个完整在这里 这个就是正正这个恩赐的见证 是真实的 而令到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教友 今天充满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正正的教会 看到竟然那么多罪人当中 耶稣仍然是没有被侵蝕到的 天主真实活着 耶稣仍然在我们当中 牵引住 圣神仍然贯通众人 即使遇到黑暗的世代 即使遇到人 似乎不能夸越的 不能抵抗的 不能推翻的 反福音的 一浪接一浪的浪徒 真理始终是尝身的 始终是有威力的 始终是在隐藏之处 将人换成的 今天在庆祝两位早期主教 保禄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都呼求圣神 再一次重新教会 再一次换成不单止我们的领导 而是我们每一位 我们每一位都因此必须要 不要看着自己大罪之身 而更加要看着圣神的威能 等待着 天主等待着 我们今天雪星我愿意 我愿意 祂只需要我们我愿意 我来荣耀祂 不是我可以 不是我能够 不是我完美 是我愿意 更加可能答他 我需要 我需要你 天主 我需要你的治愈 但是我荣耀祢 我渴求你 去用我 不是因为我可以 但是你用我 感谢天主 感謝天主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